啊哈哈哈 李妍瑾 你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 啊 我為了錢上節目 都已經沒錢了 陳怡懷願被李妍瑾 炮轟 委屈酷酷 為什麼要欺負我 不准笑就已經跟你說不可笑 哪裡好笑了 你們不能嚴謹一點嗎 今天的主題很嚴謹 你們太鬆弛了 因為我實在太缺錢了 我真的沒有錢 所以我就答應了這個節目的邀約 我是第一個要發言的來賓 所以呢 玉琳哥就cue我 就說 那陳怡啊 你有遇到什麼樣子的事情了 然後呢 李妍瑾就先把話搶過去 他就先講說 吳宗憲說 有八成的人喜歡你 就會有兩成的人討厭你 所以被言上沒什麼 我就只是接了一句話說 吳宗憲的話就應該不是 是八成的人喜歡他嗎 是八成的人都討厭他吧 OK 李妍瑾就開始了 對我破口大罵 就講說 憲哥是我們演藝圈的前輩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懂不懂得敬老尊賢 我害怕死啊 我內心呢 第一個想法 我就想說 呃 所以現在是個整人節目嗎 還有繼續罵我什麼呢 來 現場的人 你們有跟吳宗憲合作過的人 因為 剛才憲哥就是開心 愉快 憲哥就是很好 很喜歡吳宗憲的 你們舉手 舉手 讓我看到你們 我想說現在怎樣 兩萬人的演唱會 來讓我看到你們的手收喔 然後我想說OK 那那個現場有要舉手嗎 各位 現場 你知道那空氣實在太嚴謹了 沒有人敢舉手 也沒有人講話 我那個時候 突然 感覺到 演藝圈 就是一個 不團結的地方 原來 演藝圈 幕前幕後的人 都不喜歡吳宗憲 你喜不喜歡吳宗憲 沒人想舉手 我先幫仙仙莫愛五秒鐘 我講到都哭了 各位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啊 我在節目上受的委屈 誰知道 我都不知道 演藝圈這麼的黑暗 連上個節目 他都要 被國氣的 同高藝人給欺負 現在都問演藝圈真的很不容易啊 一下節目 李妍瑾 就過來跟我道歉 他就馬上的來跟我講說 他剛剛就是做這個效果啦 我就說我覺得這個效果太過了 李妍瑾的道歉是講說 沒有啦 我是怕你會往心裡去啦 我根本沒有跟他吵架好嗎 我也沒有往心裡去 陳怡也沒有生氣 請 媒體幫我澄清 陳怡沒有生氣 我只有說 我從不往心裡去 我只會往法院去 這裡 你會往心裡去